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联合制定 印发了 关于依法 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于今天 发布施行 6月21日下午 多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引发了广泛关注 6月22日 两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表示 意见能够有效遏制台独 向影响中国统一大业的人 发出警告 这一次意见的出台是 法时代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 行动和举动 那么您知道就是过去 我们的中央政府反对台独 遏制台独都是在言辞上表达立场 可是这一次是具体的 用法律的手段来惩处 禁止和遏制 阻吓台独的犯罪行为 不但是有罪名也有罚则 是非常具体的 另外我感觉到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对台推进了它的司法管辖权 推进了它的行政管辖权 除了给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 一些警惕以外 我觉得也同时跟一些外部势力 尝试影响到岛内这些当权者滋留 他们的一些台独行径的话 也是透过这个意见出台 给那些外部势力提出警告 这个不单只是岛内 我觉得给全世界 这个影响我们统一大业的人 也给发出警告 林友诗向记者表示 作为台胞 他深深体会到来自岛内 台独势力的打压 而此次意见第二条第四款指出 利用职权打压支持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 人员的依照刑法 第103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这一条款给予他极大的鼓务 我现在也是受到这个 大陆与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罚款 就是新台币100万元 是由于我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 我本身是国家一个合法的人民代表 但是在台湾竟然是要遭到这样子的惩罚 这一次的意见就讲到利用职权 不论行政的职权也好 司法的职权也好 对于促统的爱国人士进行打压的 那么也是有罪 那这个将大大的激励的岛内的爱国人士 我想未来岛内的这个爱国力量会蓬勃发展 林友诗还谈及 此次意见中规定的违法行为 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在他看来是最大的亮点 因为台独它所造成的对国家民族的伤害 对人心的蛊惑太严重 所以他一定是应该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死刑的相应的这样子的法则 尤其如果是涉及到勾连外部势力 是勾连外国 那么这样子就等于 这个是等于叛国罪 等于引入外患 那这还不应该死刑吗 在采访中 两位代表军表示 意见细化了此前反分裂国家法 规定了具体的量刑等细节 使得对台独分子的惩处犹法可疑 孙维勇还特别指出 意见中对于放弃台独主张的人士的处理方式 体现了宽言相继的原则 如果这些干犯的这些罪行的人 他有一个很好的改过之心 我们也相对的有宽松的机会去处理 甚至不提高 但是要看他是不是真心的会感 真心的把之前的言论给予修改或者是减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见说明了整个台独分裂的这些罪行 或者干犯的若干人等或者是若干行为 列出了非常清晰的一些规则可以说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 非常有迫切心 此外意见中特别指出 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判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 划被动为主动 不然的话 他在台湾搞台独 你又不能在台湾进行拘捕和审讯 那么你怎么能够遏制他呢 他们的嚣张不就是如此吗 你来呀你来抓我啊 这一小群的台独分子 罪恶重大 希望你们能够马上停止 幻然觉醒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逃避 国家的惩处和刑罚的 中山先生也曾经说过 中国必须统一 统一大家就能过好日子 不同意不要受害 希望对岸的这些顽固分子 真正能够体会 中山先生这句话